公元572年 隐忍12年之久的北州五帝宇文雍 终于诛杀权臣宇文户正式开始签证 除了释放奴级减免赴税 灭佛异道尊崇儒学等文化经济政策外 在政治领域饱受权臣专政之苦的宇文雍 最为重视的便是加强皇权 提出义忍者只具天子耳 然而协助铲除宇文户的魏王宇文直 却没能领悟到这一点 宇文户死后 他便急着向宇文雍暗示 想获得大司马之职 总之戎马得善权威 宇文直想当宇文户第二的想法 呼之欲出 结果当然是被宇文雍拒绝 后来宇文直又因屡屡犯错 多次受到宇文雍的惩戒 心中怨恨 公元574年时 宇文直趁宇文雍外出云阳宫之际 在长安发动政变 但却未能攻入皇宫 只好仓皇逃往荆州 后被宇文雍派人逮捕 贬为庶人 不久处死 而在军事层面上 宇文雍不仅多次举行狩猎 讲武等军事演习 还对发展至今的北州府兵制 做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 隋书《时获志》中记载 建德二年 改军事为士官 慕百姓充之 除其献击 事后下人伴为兵役 这十条信息量巨大的记载 首先 士官的意思是皇帝身边的士卫 而将府兵系统中的普通士兵称为士官 这就意味着府兵由朝廷控制的中央军 变成皇帝之侠的禁卫军 进一步将军权集中在皇帝手中 其次 慕百姓已冲之 在此前的府兵制改革中 为了扩大兵源 将官弩豪强及地方勇士 纳入征兆范围 如今则扩大至百姓 充分调动起了 在免除奴籍灭佛运动中 所释放的人口资源 而成为府兵后的人口将脱离民级进入军级 一方面使得朝廷从地方豪强手中 掌握了更多的人口 另一方面与早先三国时代的士兵制 北魏六镇俯护不同的是 北州府兵在征召期间会免除本人的赋税 使得府兵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 北州已经磨刀祸祸 但北齐却还在醉生梦死 其后主高伟又一次移情别练到了皇后的婢女 牧舍利逐渐失宠 其婢女冯小莲被封为淑妃 与高伟坐则同席 出则并马 视同生死 高伟在后宫饱衣玉时 大兴土木穷奢极玉 他喜欢弹奏琵琶 做无仇曲 近视喝者多达数百人 民间因此将他称为无仇天子 可天子无仇 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高伟不仅自己玩乐 还对身边姓臣大肆封官家绝 宦官 阅者 奴婢 异姓封王者数百 获封开服者数千 一同三思者更是多到无法统计 甚至连狗 马 鹰 斗鸡 都加油开服一同三思的品级 北齐的朝中事务 尽数由这些姓臣们掌控 他们无不趁机广结朋党 摊没成风 公元575年2月 北周五帝宇文雍正式筹备 罚齐大业 勋州次是微笑宽情文 立刻向宇文雍上书 罚齐三策 随后宇文雍派开服一同三思 一楼千出示北齐 意图刺探北齐朝堂的虚实 然而一楼千的参军高尊 却将此事透露给了北齐 致使一楼千一行被扣押在晋阳 这原本对北齐而言是一记警钟 但高尾压根没理 7月宇文雍正式宣布东征 命令齐王宇文县率军两万进发礼仰 随攻阳间挥下水军三万 由渭水进入黄河 梁攻后莫陈瑞率军两万 拘手太航行 深攻礼木领兵三万 封锁河阳交通 长山公于义率兵两万 攻打陈郡汝州 周五帝宇文雍则亲率六万大军 攻打河隐 北周总计十八万大军汹涌而来 一连攻克北齐河南三十余城 迅速包围洛阳 至九月 北齐又丞相高阿纳公 率领先杯主力 由晋阳南下救援 可此时 北周却没能按计划 封锁住河阳的交通 北齐大都督复服占据河阳中滩城 北周连战二十余日 未能攻克 这便使得高阿纳公的部队 可以顺利南渡黄河 支援还在坚守的洛阳金庸城 与此同时 宇文雍在军中突然患病 北周军内的气氛 瞬间紧张了起来 随即停滞一切攻势 放弃所取得的战果 焚毁舰船 匆忙班师习还 一年后 公元五百七十六年九月 总结了各方经验的宇文雍 再次下令 向北齐发动进攻 朕去年因患病 未能讨平贼寇 但进入齐国境内 已然观察到了齐国形势 齐师行军 如同儿戏 况且 其朝堂昏乱 群小干政 致使百姓哀怨 朝不报夕 正所谓 天于不渠 恐疑后悔 此前 我军东征河南之地 如同打击敌人背部 而未能恶其咽喉 晋州 本高欢所起之地 震慑要重 金王公之 比必来源 五颜军以待 几支必客 人后 趁破竹之势 故行而动 足以穷其朝学 混同闻鬼 记住 将领们听到宇文雍 要深入北齐军事腹地的计划 纷纷表示不可 但宇文雍心意已决 于是力排众议 坚持进兵 10月 宇文雍第二次亲征北齐 率领大军团筑坟去 派宇文县 宇文船 达西镇 韩明 隐生等人 分别束手 雀鼠谷 千里行各地 对北齐晋州平阳 形成合围之势 北周内侍王仪 兼领各军 向平阳发动猛攻 宇文雍则每日由焚取 前往平阳城下独战 宇文雍的部署 是按原计划 用攻打晋州 引来北齐救援 然后以一代劳 击败北齐主力 但宇文雍的完美计划 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北齐皇帝高尾 当北周大军摆开阵势 在平阳等候敌军来源时 本应率军南下的高尾 如今正在齐连池伪劣 当晋州被围的急报 一日三封火速送来时 却被右城向高阿纳公阻拦 陛下正在游乐 边境小小交兵乃是常事 何极作文 当天晚上便传来平阳陷落的消息 高阿纳公这才向高尾 秉明情况 准备率军南下 宇文雍没想到的第二点 就是作为军事重镇的平阳 竟然这么快就攻破了 驻守平阳的是北齐邢台蒲叶玉相贵 北周发动进攻没多久 其麾下邢台左城 侯子钦便出城投降 接着镇守北城的北齐晋州刺士崔景松 也暗中派人到北周营中投降 当天夜里 在崔景松的接应下 北周先头部队数十人 分入平阳城内 冲进玉相贵府上将其挟持 城外大军趁机 发动进攻 北齐军队顿时溃败 北周占领晋州 而高尾准备南下 可宠非冯小莲正玩的兴起 便对高尾说 想再围猎一圈 没想到高尾竟然答应 不愧是 晋阳已现 休回顾 更请君王 列一围 于是 在平阳被攻克 整整八天后 高尾亲率的北齐援军 这才从晋阳 抵达200公里外的平阳 面对北齐十余万大军 北周开府一同大将军 宇文新进言说 以陛下之圣武 称敌人之荒纵 何患不克 若使其国得意令主 君臣协力 虽有汤武之士 谓一品也 今主案陈鱼 事无斗志 虽有百万之众 实为陛下奉儿 君政王洪也说道 七师济刚 鱼姿泪事 天将周势 一战而恶其猴 驱乱吾王 正在今日 势之而去 臣所未遇 尽管二人所言非常在理 但昔日强大的六周鲜卑部众 以及西魏北周 累自东征的失败 都让已经占据晋州的宇文雍 不愿贸然与北齐主力交战 最终宇文雍决定 必以其锋芒 留梁诗燕为晋州刺史 率领一万精兵驻守平阳 自己返回长安 但11月18日 前脚刚到长安的宇文雍 就收到平阳的击报 北齐皇帝高尾正在亲率大军 对平阳展开围攻 平阳是北周灭齐的重要跳板 宇文雍不敢耽搁 第二只便下令三军整备 三天后大军再度东进 而在此期间的平阳 北周晋州刺史梁诗燕 带领城中士兵拼此抵抗 城上的强舵 已经在北齐的进攻中尽数被毁 城墙也仅于七尺来高 梁诗燕对士兵说 在梁诗燕的鼓励下 北周军心大阵 无不以一当百 北齐的攻势受阻 只好再度退到城外 梁诗燕则趁机带领城中军民 将士亲眷 妇女连夜修补城墙 随后 北齐改变战术 在城墙下挖掘地道 致使城墙坍塌 出现一个十余部队缺口 北齐军心振奋 可正要一股杀戮之时 身后却传来明津的声音 原来是高伟下令 要让冯小莲到前线 亲眼观看破城时刻 结果 等冯小莲一番梳妆打完后 北齐军队再回头 城墙的缺口 早就被梁诗燕带人 给堵了上去 北齐错失良机 再次陷入于北周守军的拉锯之中 12月6日 宇文雍集结8万大军 抵达平阳城外与高伟对阵 而在两营之间 隔着一道巨大的嵌沟 这原本是北齐在围攻平阳时 为防备北周突袭身后而挖掘的 如今正派上用场 宇文雍被嵌沟阻隔 无法救援平阳 而北齐军内 高伟也正向高阿纳攻征选意见 是战呢 还是不战呢 无兵虽多 勘战者不过十万 生兵及后勤保障者 又战三分之一 昔日攻打玉璧 北周援军来 我方击退 今日将士 起胜神武事业 不如误战 退守高梁桥 高伟内心陷入纠结 身边一群宦官姓陈却说 宇文雍是天子 您也是天子 他宇文雍能远来 我们的天子 又何必守着嵌勾示弱 这句话 瞬间让高伟燃了起来 当即下令 填平嵌勾 要跟北周决战 宇文雍仍在营中 洗从天降 立刻带领布众向北齐发动进攻 高伟计划此战过后 将功劳系在冯小莲的头上 封他为皇后 于是 高伟带着冯小莲来到前线观战 不一会儿 齐军东面的阵型向后退却 冯小莲大惊失色 高呼 我军败了 身旁洛奇颇文言 也跟着惊呼 让高伟快跑 高伟联盟带上冯小莲 就要逃往高粱桥 被其开府一同三次西场 联盟劝阻 半进半退 战之长情 今兵重全整 未有亏伤 陛下 舍此去难 马族一动 人情骇乱 不可覆阵 欢情速回 安抚军心 这时五位将军张长山也赶了过来 并报高伟说 军阵片刻已经稳定 甚完整 围城大军也没有受到干扰 陛下请回 若不信臣言 可派内臣前往查看 可洛提婆却拉着高伟的胳膊 强调说此言难信 这真就是全员北周功臣 在洛提婆的助攻下 高伟带着冯小莲 头也不回地 一路向北逃去 失去统帅的北齐大军 顿时陷入混乱 被北周斩杀万人 丢弃的军械物资 一直延绵百利 战后 宇文雍认为 将士疲惫 准备再度吸缓 梁石燕连忙赶到宇文雍的马前劝阻 今旗师顿散众心皆斗 趁其心生恐惧而攻之 旗事必决 宇文雍深意为然 握着梁石燕的手说道 我得尽州是作为平旗之基础 若不能固守则大事不成 朕无前忧为律后辩 如善为我守之 随后宇文雍下令向北追击 可北州的将领们大多都请求班师 宇文雍说道 纵敌换生 清灯若移 朕将独亡 在宇文雍的坚持下 北州大军继续北上 近地焚水关 而逃回晋阳的高尉 已经完全乱了阵脚 不知所措 一面颁布大赦 一面向群臣问计 但大臣们的回答 都是让高尉 减免百姓赋税 安抚民心 在收拢部队败城死战 不过显然 这不可能是生性怯弱的高尉 能干出来的事 他给自己设计了一条 更稳妥的路线 刘安德王高颜宗 广宁王高孝恒守晋阳 自己则退到更北的北硕州 一旦晋阳失线 他就去头突厥 12月11日 高尉派遣亲信 暗中将胡太后太子高衡 先行送往北硕州 但自己却因百官的阻拦 未能动身 12日 北州攻克戒修 当天晚上 情急之下的高尉 再次准备出逃 然而身边将领 却无一人响应 高尉只得硬着头皮留下 13日 北州大军只得晋阳城下 高尉下诏 改年号为龙画 颁布打赦 随后任高颜宗为相国 冰州则 冰州刺史总管山西兵马 高尉对高颜宗说道 冰州 兄长你领着 我就先走了 请陛下 为了设计 悟动 臣为陛下出死立战 必能破智 陛下心意已决 大王不得阻拦 当天夜里 高尉带人 砍开五龙门 向北准备 直接投奔突厥 然而途中 随从官员四散 高尉在领军 梅胜郎的苦劝之下 这才同意向东逃往夜城 路上与高阿纳宫 高孝衡等人相遇 直至此时 看清北齐 气数已尽的洛提婆 突然调转码头 向西投奔北州 被任命为 驻国宜州刺史 同时 宇文雍还发布着命 凡是投降的北齐官员 都会加官尽绝 有了洛提婆的成功案例 从此 北齐响者 络绎不绝 而洛提婆投降的消息 传回北齐后 齐母陆令轩 自知必死 选择自尽 家中亲属 悉数北株 与此同时 北州大军 已经包围晋阳 留守晋阳的 北齐将领们 共同推举 安德王高延宗 登基成帝 高延宗下命 打开晋阳府库 将金银 尽数赏赐给将士 以鼓舞人心 随后任命 莫多罗敬险 韩古湖守城南 和阿干子 断畅守城东 自己则率军到城北 抵御北州 宇文献目 然而 和阿干子 断畅刚到城东 便打开城门 向北州投降 宇文雍见状 亲率大军 杀入东门 可就在此时 文迅赶来的高延宗 莫多罗敬浅 从东门外杀入 将宇文雍的部队 夹击在晋阳城东 向来体型肥胖的高延宗 此时手持大朔 在阵前往来奔驰 指挥作战 进阶如飞 北齐军心因此大阵 将被夹击的宇文雍部 彻底击散阵型 周军陷入混乱 争相退往东门 导致拥挤踩 死者不计其数 宇文雍左右近视 皆被杀散 多亏有北齐降者引路 这才死里逃生 北齐士兵背水一战 终于迎来大劫 于是人人纵久相庆 罪我成头 高延宗认为 宇文雍已经死于乱军之中 便命人寻找面流长须的尸体 却始终未能找到 直至深夜时分 一路狼狈的宇文雍 终于回到大营 内心深受冲击的他 决定撤军 宇文雍连忙劝阻 陛下自克晋州 成胜至此 今为主奔波 灌动响阵 自古行兵 未有今日之胜 昨日破城 将士轻敌 稍有不利 何足为怀 丈夫当死中求生 败中取胜 今破竹之势已成 奈何弃之而去 北齐祥臣段昌也禁言说 禁阳城中空虚一战可破 于是宇文雍下令修整部队 第二日再向禁阳发动进攻 这一次北州顺利攻克 禁阳东门 高严宗栗战不敌 值得向北逃亡 途中被州军请获 莫多罗境险逃亡夜城 至此北齐的军事中心禁阳 被北州攻克 身处夜城的高尾 发布重赏来招募军队 但实际上 却一分钱也不舍得拿出 高孝衡几次请求赏赐将士金银 都被高尾拒绝 随后 市中忽律孝卿为高尾写好台词 请他亲自出面 慰劳士族 并嘱咐说 一定要慷慨流涕 以感激人心 结果 高尾当着重将士的面 却忘词了 还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左右谄媚的姓陈见状 也跟着笑 但如此一来 却引来将士哀怨 从此皆无占心 高尾为了留住人心 疯狂增加官员名额 太宰 三师 大司马 大将军 三公等官 一时间多辱牛毛 不久 朔州邢台仆叶高麦 将胡太后 太子高衡送回夜城 高尾再度与百官商议对策 可百官们意见相左 争论不休 最终 高尾只得寄希望于迷信 忘记者说天象遇事要发生隔异 于是高尾找来北齐第一大聪明高远海商议 决定效仿高战 善未给太子高衡 自己做太上皇 但事实证明 封建迷信 只会害人 眼见皇帝如此作妖 司徒 莫多罗 敬贤等人 暗中在千秋门集结军队 准备斩杀高阿纳公 推举高孝衡伟帝 然而当日高阿纳公却没按往常的路线进攻 政变失败 高孝衡被外放为苍州刺史 高尾派勋贵子弟玉士变 率千余骑兵出城观察北州洞下 可这时的二代三代勋贵子弟 早已腐坏不堪 全无将才可言 玉士变行至俯口 登高希望 忽然一群乌鸦飞过 吓得玉士变以为是北州的军队赶到 掉转码头就跑 一路撤回叶城 接着 被其文人阶层 言之推等人 便劝说高尾前往河南募兵 若情势不妙 也可以投奔南陈 前有玉士变的表现 身旁将士也被得罪 不肯用命 高尾只得听从了言之推的建议 先将胡太后 穆舍利高衡送去几州 而在此期间 经过短暂的修整 公元577年正月18日 北州的部队一路东进 抵达叶城 随后 北州击败城内守军 放火烧毁 叶城西门 高尾文训大惊 紧率一百骑兵 向东逃去 北州顺利入主叶城 擒获莫多罗境险 将其斩杀 接着 宇文雍派大将军玉士勤 追击高尾 正月21日 高尾抵达几州 当天 高衡将地位又擅让给了 身处盈州的 仁城王高阶 尊高尾为 吴上皇 自称守国天王 命狐狸孝卿将 尚未诏书和宴席 送去盈州 而狐狸孝卿出门 便带着诏书皇帝宴席 直奔夜城投降 众叛亲历之下 高尾不敢在几州久留 于是派高阿纳宫 守几州关 观察北州军情 自己领穆舍利 冯小莲 高衡等数十人 逃往青州 计划随时 投奔南陈 可就在此时 奉命驻守几州关的高阿纳宫 多次发来消息 称已经烧毁道路桥梁 北州军队无法追来 这令情绪紧绷的高尾 终于放松了下来 可短短两天不到 北州的军队就突袭了青州 而跟在玉池秦身边的 正是高尾的心腹 高阿纳宫 高尾仓皇出逃 在南邓村被玉池秦抓获 连同此前 在几州情获的胡太后 一起押往夜城 不久后 盘踞信都起兵的高阶高少恒 也被宇文县供破 北州灭齐之战基本结束 吞并北齐五十州 一百六十二郡 三百零三万两千五百户 至此 北齐灭亡 立国二十八年 北州五帝宇文雍终于统一北方 并颁布照命 为胡绿光 崔记书等人平反 以稳住北齐统治阶层的人心 接着拆毁北齐穷奢吉欲的宫殿楼阁 分赐百姓财物 还将北州的释放奴级政策 在北齐全境推行 同年九月 北方发生巨变的消息传之难辰 陈宣的陈虚立刻认为 趁乱向北夺取失地的时机 再次到来 于是命吴明彻 领军北伐 然而这一次 吴明彻要面对的对手 是平阳狠人 新任北州徐州总管 梁志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